台东县111年度长青学院开办短期课程30班 招收学员565人 乡镇长青学院37班740人 共计1305人 12月16号下午 在国立台东大学台东校区六楼国际会议厅 办理乐在学习 绽放长青 111年度长青学院结业典礼即成果展 由荣获台东县基优志工团队优等奖的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志愿服务队高龄志工进行开场表演 让县长颁发感谢状 感谢讲师们对学员们的指导与关怀 这几年我们在转型的期间 有很多的时候上课的地点就没有那么稳定 特别感谢我们的老师们 老师们在这一年来都非常 特别是在疫情的部分也都还是非常辛苦 还是努力的希望能够把课程完成 那所以先祝同学们今天同学会快乐 长青学院一开课 我就开始在期待那个成果展 这个老师是乐在工作 同学是乐在学习 真的非常的棒 而且这个所有的同学都非常的认真 像我那一班真的是 有人睡觉还在想舞步的 真的是很厉害 卡拉歌唱班 长青SPA健康瑜伽 社交舞班 活力有氧舞蹈 手语班 串烧英日文欢唱 新日本舞蹈 新日本舞蹈 葫芦丝 长青爵士舞班 欢乐陶笛班 欢乐土风舞 二胡进阶班 排舞班 排舞班 除了有以上各班的动态演出外 现场也有国画 书法 残烙画 手工艺品 智慧型手机APP应用 手机摄影 数位影像编修等静态成果展示 并设有 新鲜体验区 兴趣探索区五个摊位 让学员们体验及探索 抬头所在综合报导